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,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卢秀燕今天表示, 今年的选举,台中实在太重要,台中赢,台湾就赢,民进党是很会斗争的政党, 单任党主席的蔡英文就必须要下台,要再选总统就很麻烦, 因此台中市是今年选举的重中之重,非赢不可。 另外,前市长胡志强则表示,台湾原本是水果王国,有香蕉、凤梨、火龙果, 但民进党执政后,水果都烂掉了,把台中再交给不放心的人,台中会不会烂掉? 国民党一要加油,要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卢秀燕, 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今天举行三合一选举的服选督导汇报, 前市长胡志强及立委将启臣都到现场来为卢秀燕加油打气, 而卢秀燕穿著有燕子的竞选服装出席, 他强调,今年台中市市长选举太重要, 他表示,台中赢,台湾就赢,台中赢, 担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就必须要下台, 民进党就要换党主席,而蔡英文要再选总统就很麻烦, 因此台中市是今年选举的重中之重, 非赢不可,卢秀燕强调, 民进党目前正在挑拨分化他跟胡志强的感情, 胡志强在此次选举,带助他去拜会很多人, 其他重要人物也带助他去拉票, 以前是要一个个拜托, 这次大家为了让国民党赢,四处奔走, 要翻转台中,要让台湾人民有好日子过, 很多人主动帮忙。